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直以来 许多评论都会拿明朝末代皇帝重征 来比作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相关的书籍或者是评论都在中国遭到封禁 现在就连明末攻破北京城的李自成也成为了禁忌 5月23号位于北京昌平西关环岛的李自成雕像 被搬离的视频也引发了热议 综合媒体报道网传视频显示 中共当局近日将位于昌平西关环岛的李自成雕像搬离 有中国网民表示 李自成雕像从最初的德胜门搬到了西三旗 又搬到了昌平西关 这一次不知道又会被搬到哪里呢 对此在视频留言区 许多中国网民留言暗示中共心虚 害怕发生民变 当前中国经济萧条 失业率飙升 民众生活艰难 抗争事件此起彼落 也有人嘲讽习近平自认是皇帝 才会拆了李自成的雕像 还有网民回溯历史根源 认为早期的共产党把自己当作是农民革命的代表 所以肯定一切农民暴动 就给他们修雕像来以示纪念 现在共产党做了统治阶级 最害怕的就是百姓反抗 这些送洋农民革命的雕塑时时刻刻 都在提醒人们的祖先是如何来反对暴政的 这等于是在教唆现代人来反抗中共政府 中共政府岂能不怕呢 这一起李自成雕像遭到拆除的事件 也让外界回想起当局对崇祯皇帝事迹的各种引设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有已故中共历史学家 陈武通撰写的文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著作 崇祯秦政的王国军 这本书出版不到两个月便遭到下架 网民认为书中所讲明末崇祯皇帝的性格特质 跟习近平十分的相似 自由亚洲电台去年十月报道 各大网购网站都没有办法搜索到此书 图书分享平台豆瓣也查无此书 根据网传的通知显示 该书由文会出版社出版 因为印刷的问题而停售 已经通知各大网站 新好书店跟经销商下架并且安排对货 崇祯秦政的王国军 讲述的是明朝暮代皇帝崇祯的王国之路 其中最广受争议的是封面的简介 封面的简介写道 昏招连连步步错 越是秦政越王国 北京图书城的书本内容 简介补充说 从财政、党政、军事、用人等角度 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 走上王国之路 作者陈武彤曾经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细主任 去年5月31号在北京因病过世 享受88岁 而就在这本书被禁之后 中国网民不断有人在网络上面讨论这本书 有网民说 有一些人害怕心虚 越说越像 被举报了吗 习近平上任之后 首先大搞反复 然后重手整顿经济体制 打击民营企业 对外又到处树敌 新政新法层出不穷 世事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最后弄到现在经济崩溃 财政枯竭 国际上备受孤立 被大部分的人形容是一事无成 甚至就像这本书的封面所写的 昏招连连步步错 越是情圣越亡国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自23号起 在台湾周边开展一个名为 联合力舰2024A的联合演续 中国军队的这个举动 并不出乎台湾跟国际社会的意料 然而北京最新一轮的针对台湾的威胁 不仅没有办法振折台湾的民众 还可能会让本来想要在中国进一步投资的西方企业 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综合媒体报道 对于这场军演 赖清德23号前往海军陆战队66旅 肩负首都地区机动部署重要目标防护的任务 他晚间在脸书上面发文指出 当天是他第一次以中华民国三军统帅的身份 跟台军弟兄姐妹来见面加油打气 赖清德表示 此时此刻 国际社会正在高度关注台湾 面对外在的挑战跟威胁 台湾会持续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 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而在中国方面 演习的第二天官媒报道 数架中国轰炸机在台东外海建立打击阵位 央视新闻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 24号持续地组织台岛阵巡 绕外岛巡航 多批多架尖辑机装挂实弹快速飞抵目标空域 数架轰炸机在尖辑机编队的掩护下前出岛链 在台东外海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协同海军舰船编队 机动按导火力单位等等 对重要的目标实施模拟打击 根据报道 接到命令之后 各发射梯队迅速地从隐蔽待机地域来奔赴预定的阵地 各发射单位相继地展开模拟火力的打击 发广报道 中国官媒发布了多篇有关演习的报道 刻意行搜出解放军已经具备维度台湾本岛 阻绝外部援助的能力 但是报道质疑 这是否会让解放军演练为岛组员 针对外里岛作战的计划曝光了呢 不过北京官媒似乎并未在意 对此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中分析 共军这次演习的重点是联合封锁作战的性质 他说共军东部战区所公布的演习内容当中 联合海空战备警循跟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再加上在台湾周边所划设的演习区范围 应该就是在演练各军兵种 在台湾周边实施联合封锁作战 来切断台湾对外的海空联系 他认为所谓的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表明了共军试图在武力犯台的过程当中 尽早将强大的海空军战力 投送到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战术位置 除了切断台湾对外海空联系 也要提升联合火力打击作战的效果 对台湾在西太平洋实施战力保存的海军舰队跟空军 在花莲加山跟台东石子山的坑道基地 进行直接的打击 可以看到中国这一次围台军演 总共开设的九处演习操演区 除了本岛周边五处之外 也包括了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东营岛等外离岛 接种认为演习区的画设 透露了共军武力犯台 可能的掀起作战跟辅助性作战计划 包括了对若干外离岛的封控作战 甚至于是对东营的近岸岛屿突击作战 这是2022年8月跟2023年4月的两次围台军演当中 尚未演练到了新项目 因此接种认为 共军如果武力犯台 对台湾所属的一些外离岛各有不同的战法 像是金门可以清除岛上若干重要设施之后 采取为而不打的封控作战 但是被划为军事管制区的东营 因为其位置跟部署的导弹 对于要犯台的共军来说如耿在喉 因此必须要实施近岸岛屿突击作战掀起夺取 因为台湾国军在东营有长城的防空飞弹 跟长城的反舰飞弹 这会对共军从浙江南下的舰队或者是机群造成威胁 所以共军有可能先对东营采取直接夺取的行动 整体来看 北京实施环台封锁唯独的军演而非无力犯台 是基于予以较强回应较低风险的考量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低 但是藉由这次的军演可以知道 中共对台致力于围困而非直接出兵 并且自认为为台不至于使得北京赔上高昂的代价 又不致使得台湾沦为交土 分析人士还说 诸如封锁唯独等强度 若于爆发战争的军事行动 可以降低华府增照1979年生效的台湾关系法 规范而接入的可能 并且有助于北京来掌控局势 前中华民国海军新疆军舰长 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教官吕李施则认为 由共军宣布的演习地点跟范围来推断 目的还是要围台而非全面的进犯 而军演仅仅只有两天 意在凸显 一旦有事 每日是来不及干预的 分析共军围台演习的范围 吕李施说明各自的针对性表示 封锁北部的海域 显然是要威吓台湾的震惊中心双北 以及部署在双北的军事据点 他说 至于围堵东部海域 则是对准了花莲加山 跟台东建安计划的作战储备 而共军在台湾南部海域的出没 则是矛头指向左营的军港 军演的实务上操作或许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在决策过程当中 现在也传出中共中央的一致性引发了议论 美国之音报导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 陈佑花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平台X上面推测 军演在赖金德就职三天之后发声 显示中国的高层对这场军演可能有过一些内部的辩论 他写道 北京没有立即回应 而是保持了两天的低调 很可能党的高层领导们 对于赖金德演讲的本质 以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有过辩论 而这场三天的讨论可能暗示着 并不是每位中共领导人都同意这场军演 随着军演的实施 过去两天里面 北京逐渐加大了反台宣传的力度 人民日报等官媒发布了多幅显示飞弹升空 大炮发射等军事活动的海报 并且配上了剑纸台独的文字 这也让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国媒体分析师 凯利在X上面写道 这可能是他长久以来见过最挑衅的官媒 另外不少中国媒体人跟学者 都对北京的这场军演表示了支持 并为其正当性来做辩护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习近认为 军演起到了振折赖清德的作用 他形容这一次的演习相当于 刚上任的赖清德当局狂妄乱叫 直接被中国的军事巨手抓住 塞进了鸟笼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也在一段视频当中说到 如果北京接下来加大对台湾的威胁 那么责任应当由台湾民众来付 他说民进党仍然是顽固的 大部分岛内民众是盲目的 按照现在这个态势 未来走向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尽管这场军演在中国国内 引起了一阵民族主义热让 但是北京的凶狠在台湾的影响力似乎有限 23号台湾证券交易加权指数 截至收盘上升的0.26% 对此内华大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政治学助理教授王洪恩评论说 在中国宣布了又一场还台大规模的军演 来回应新总统赖清德 不那么友善的演讲的同时 台湾民众还是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 有专家认为 中国的这场军演 非但没有办法达到正折台湾的目的 反而可能给自己的经济前景造成伤害 还记得两年前 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中国不久之后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还台军演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指出 那次的军演让不少国际企业重新考虑了他们跟中国的关系 他认为就算这次的演习没能达到2022年的高度 他也会加深那些担忧 加速去风险化 并且伤害中国的经济 尽管目前中国的还台军演似乎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实质上的影响 但是专家们还是对北京越来越显示出的侵略性感到担忧 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斯在X上面写道 台湾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上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用这些军演升级紧张的事态 他相信动用武力并不是北京的首要选项 但是随着其他选择逐渐消失 在台湾及其周边出现危机冲突的可能性随之升高 台湾立法院国会改革法案攻防站 继上个礼拜发生激烈冲突之后 21号恢复开会当天 场外有过万的民众集结抗议 外界关注未来台湾政治的走势 以及示威是否会持续扩大 演变成太阳化运动2.0 BBC报道 有关法案最具争议的是藐视国会罪 立法过程也被质疑违反程序正义 在野阵营以人事优数碾压少数 这是年初台湾大选之后 立法院三党不过半 以及嘲笑野大的格局下发生的争端 也是新上任的总统赖清德 面临到的第一个挑战 有学者分析指出 相比于法案本身 这次的争议点在于审议过程的 程序正当性 朝野攻防战 也是大选之后情绪的延续 反映了在野蓝白阵营 跟执政绿营的撕裂 如果双方都不退让 未来四年恐怕会继续的争执不休 而北京相当乐见台湾乱局 这次的争议源于蓝白共同提出 立法院执权行使法第25条修正条文 包括了五大方向 这包括了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立法院调查权集听政权 强化人士同意权 政府院长记名投票制 以及被认为最具争议的藐视国会罪 根据藐视国会罪的内容 被质询人除了为了避免国防 外交明显利己的危害 或者是依法淫秘密的事项者 并经主席同意者外 不得有拒绝答复 拒绝提供资料 隐匿资讯 虚伪答复等藐视国会的行为 为者经院会决议之后 可处新台币2万到20万元的法案 预期不改正可以连续开罚 政府人员在立法院受到质询时 如果有虚伪陈述者 依法追溯其刑事责任 此外被质询人不得反质询 但是未有明文定义和未反质询 在野的国民党跟民众党认为 国会改革法案是要加强 立法机关的监督能力 重点之一是 政府官员不得在国会听证备询时 说谎或者是蓄意隐匿 并且强调 欧美民主国家都有藐视国会罪 条文主要针对政府人员 普通的民众不会受到刑事处罚 并且需要经过法院的宣判 才能够算数 民进党则表示 藐视国会罪定义过于宽松 恐怕会引发寒蜿效应 他们又质疑 过分地扩张立法院权力 会违反权力分立原则 可能会违宪 另外部分商界 忧虑条文冲击营商环境 如果私人企业被要求到 立法院接受质询 可能会要交出投资计划 跟商业机密等资料 否则将会被扣上藐视国会罪 部分反对声音的论点 也包括了对中国因素的忧虑 指出 推动法案的国民党立法院 党团总召集人傅昆琦 4月的时候 曾经率领十多名党籍立委 访问北京 会见中国国台办高层 跟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批评者担心 北京可能希望蓝营为国会来扩权 来降低民进党行政当局的执政效率 对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颖分析 这一次争议的关键 主要不是国会改革问题 而是黑箱作业 缺少讨论 有失程序正当性的问题 另外是 国会多数是否借着国会改革知名来滥权 在民主体系下 行政跟立法本来就互有牵制的自然创立 问题是 在野党是否能够即愿意扮演忠实的反对角色 还是会利用权力来把持政府的正常运作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张俊豪教授则认为 这次的事件是大选后一种情绪的延续 反映出了蓝白对于绿营的仇恨感 街头民众对于蓝白的仇恨感 但是他指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对蓝白满意度不断的下降 主流民意 还是不想看到国会争吵打架的乱象 蓝白政党必须要多做评估 至于这场抗议是否会演变成太阳化运动2.0 政治学者张俊豪则表示 这次立法院争亦涉及到程序上公平争议的问题 触动到许多年轻人跟中间选民的神经 不排除民进党有动员 但是不能够说这是执政党带起的运动 他又认为这是否会演变成太阳化运动2.0 现在还是言之过早 不过美国德州的山姆修士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认为 社会运动此时爆发 对执政党来说还不知道是否是祸 假如世界升级为太阳化运动2.0 群众来冲撞立愿 对执政党的挑战不会小 恐怕连美国也会重新思考如何评价 因为当家的执政党来作乱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